欢迎继续收看相关心地访问 南岛新闻 南岛管政府韩保局 为了感谢英建港帝以及 既车白旗检验严专专共党维护空气品质 既办只有党维班众 另外也针对民间党维和企业 尽用空气品质进化区 办法重整 希望就有标用 近各个党维参务 就可以改善南岛管的空气品质 今天我们大概主要针对三个主题来进行颁奖 第一个针对营建工地的部分 我们希望它可以减少一些污染的排放 还有它希望可以做一些智慧的监控 以及相关洗车的防治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也希望可以提升 我们县内的空地的绿覆盖面积 所以我们正推动所谓的空气品质 进化区的认养活动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公家单位或是私人企业 一起来认养一些空地 让我们的绿化面积可以提升 那第三个部分呢 南岛现在算是全国少数 我们有推动简讯做订检 机车订检通知的一个县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减少这些明信片的硬质 还有这个明信片的寄送的这个排碳量 所以我们用推动简讯来做相关的这个订检通知 南岛市公司 显建南岛市导书馆的工程 也来得到家庭的好心 南岛市导书馆 也代表南岛市公司来领奖 也会让大家做会为一为观景 今天很高兴我们南岛市政府环保局 举办这个优良营建工地 针对空污防制的这个机油单位 我们南岛市公司这一两年 新建南岛市图书馆的工程当中 获得这个佳作 也感谢环保局给我们这么大的肯定 未来我们在工地的管理上 也会为南岛市的这个空气污染 尽力分行力 能够尽量降低这个空气污染 我想这个对于每个市民的健康来讲 非常重要 所以未来我们在各项的工程上 会持续来努力 也欢迎大家一起来 关心我们南岛市的各核环境 我们到管政府宽保局也表现 希望该由公开标用 可以发挥泡转营油的光灵 让我们到管的环境 可以更清晰 大家就会改善空气的污染 让我们到管省为 集团一期的下期 接下来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